好 我们再来说说明星妈妈 说到明星妈妈呢 她们又要忙工作 又要照顾家庭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而潘阳呢 就是其中一位 其实呢 我觉得她们也是乐在其中了 看待这个儿子小石头 一天一天地长大了 潘阳也是用她的微薄 细心地记录下了 儿子的成长足迹 我和爸爸妈妈去郊游了 祝各位叔叔阿姨 国庆节快乐哦 除了在微博上 晒儿子小石头的各种具备照 作为新妈妈 潘阳还通过微博 寻求治疗儿子虚诊的妙招 而最近潘阳在医院 待产的一段视频 首次曝光 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了 为人母的不意 疼了疼了疼了 你看妈妈的痛苦 宝贝啊 宝贝 这是你隔几分钟 让妈妈疼一下的时间 体育率 外婆心疼妈妈 外婆也是 三招的机身 啥的能 缓解评重的 两点 就是心疼 看着老的心疼 孩子到时候 都有这个小肢的心疼 看着潘阳待产的痛苦样 最心疼的莫过于潘长江夫妇 从这段视频中 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潘长江 除了喜悦 更多的是焦虑等待 40 47 sever 快乐 快乐 再感动 好 快乐 快乐 好 骆到我 Cook 七 小家伙如今已经九个月大了 妈妈攀阳也已成功受身 并于上个月开始复工拍戏了 这次要离开一个月的时间 八个月以来第一次与你分别这么久 真想把我的小肉球装进箱子里带走 才离开他一周就错过了 没见到小牙刚冒出来的样子 想到以后还会因为工作而错过更多就难过 小石头请你理解并支持妈妈 我们一起加油 当了妈妈的人真的就是不一样